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冷饭说 传奇的定义不止一种 有的人获得了很多总冠军戒指 帮助球队建立了王朝 有的人砍下无数得分 诠释了什么叫做统治力 即便是坚守一人一成的信念 也何尝不是一种传奇 然而 有这样一名球员 他的出现挑战了所有这些定义 一个生涯场均10.5分 5.9助攻的球员 无论方在哪个时代都平平无奇 但是 他却在全世界收获无数球迷 甚至包括联盟中的巨星 在那个街头篮球兴起的年代 Jason Williams影响了一整代球迷 让他们有了崇拜的偶像 有一段时间 这位球风华丽的控球后卫 毫无疑问是全联盟最耀眼的明星 1975年 Jason Williams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 一个只有1500人的小镇 他们一家曾经住在过杜邦高中操场上的一辆拖车里 从小 Jason就展现出了打篮球的天赋 他的父亲是一名州警 有一间体育馆的钥匙 所以Jason每晚都泡在球场 他会在墙上画个框 每天抄框背传几百次 很多控球大师在成长时期 都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凯里欧文曾经把塑料袋套在球上练运球 而Jason会戴上皮手套 在手腕绑上重物来练习 然而天赋异禀的Jason性格比较自负 总是喜欢挑战权威 他哥哥曾经回忆Jason经常逃血 喜欢在宵尽15分钟后才回家 就是为了看看父母到底什么反应 然而这样的性格也让他在日后吃尽了苦头 高中时期 Jason加入杜邦高中校队 凭借出色的表现 获得全州年度最佳球员 大学时期 他凭借眼花缭乱的炫目球风 让观众为他疯狂呼喊 有时甚至分不清到底是在打主场还是客场 不过可惜的是 Jason因为吸食大麻被球队开除 在他打的20场NCAA比赛中 场均拿下17.1分6.7助攻 1998年 迈克尔·乔丹跳完了他的最后一舞 NBA也进入缩水赛季 濒临停摆 不过在这一年的选秀大会中 人才辈出 多伦多选中了风位摇摆人 文斯卡特 爆炸的球风 让他迅速获得了半人半神的称号 波士顿的皮尔斯打出了优异的表现 超越了人们队第十顺位新秀的预期 温哥华灰熊的空位迈克比比 助攻术几近联盟前列 而国王队在第七顺位选中了杰森 当时胡人队副总裁的杰里韦斯特 也曾尝试通过交易获得选秀权牵线他 并且不理解为何很多球队 没有在更高顺位选择他 当然 杰森场外的麻烦 并没有影响他在球场上的发挥 他在NBA的首秀 就好取21分5抢断3助攻 赛后 和他队位的马次空位 小将军埃弗里约翰逊就表示 那个菜鸟差点让我原地退役 几个月后 国王队公关部门的一位女士 在看到杰森炫目的球风后 为他起了那个著名的绰号 白巧克力 对于白巧的崛起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王主教练 阿德尔曼对他的认可 在比赛中 杰森可以连续做十几个胯下运球 然后直接干拔偷懒 毫不夸张地说 这种把NBA当成接球场的打法 实属历史罕见 即便是白巧也承认 在NBA这样打球 起初自己都没有勇气 因为如果这些花招不管用 那么自己可能就再也没有上场机会了 然而 阿德尔曼却不是一个保守的教练 并放任他的弟子在球场上 做各种即兴表演 在和辉雄的比赛中 白巧在运球过程中 突然跳起 做了一个假背传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动作 这就是即兴表演 信手念来 在和超音速的比赛中 白巧面对手套配盾 用一个变相将对手定住 只能靠伸腿防守 回防过程中 手套对白巧微笑 一脸欣赏的表情 一时间 国王队成了联盟里最具观赏性的球队 奥尼尔当时曾表示 是白巧让人们知道了 世界上还有萨克拉门托这么个地方 国王的球票销量 在缩水赛季 不降反升 猛涨13% 这一赛季白巧以299次助攻领跑全队 并帮助球队获得了27胜23负的战绩 然而国王未能在季后赛第一轮迈过爵士 在生死战中以92比99败倍 杰森在国王第二年的最大亮点 是2000年的全明星新秀赛 那是他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出现在全明星周末的赛场 就是这场比赛 他使出了那季著名的传球 左手把球绕到背后 然后用右手手肘 将球反弹给了拉夫伦兹 虽然后者被奥多姆犯规 没能将球打尽 但是这一球 却成为了NBA历史上 最有名的传球之一 对于国王队的普林斯顿体系 其实白桥并不是最适合的空位 战术经常需要内线提到高位接球 组织进攻战术 所以并不是特别需要一个 喜欢妙传的空场型后卫 而是更需要一个攻击型后卫 来提供火力 最终 国王队放弃了白桥 从灰熊队交一来Mike Bibi 不出所料 Bibi完美地融入了普林斯顿体系 成为了国王队的外线杀手 2002年 国王迎来了突破 季后赛和胡人大战7场 险些先翻胡人王朝 随着Bibi在国王的成功 媒体和球迷开始认为 是白桥拖累了球队 华而不实 也成了很多人对他的评价 更惨的是 白桥加入了一支毫无竞争力的球队 灰熊队自95年建队以来的6个赛季 胜场最多的一年 也只赢过23场球 那一年 球队刚从温哥华搬到孟菲斯 他们交易白桥的初衷 就是希望他能帮球队多卖些球票 不过好在没多久 灰熊队就实来运转 球队聘用了logo男 杰里韦斯特作为球队经理 在选秀大会 又得到保罗加索尔 闲鱼翻身 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索尔在NBA的第一个运动战得分 就是来自白桥的助攻 虽然球队还是未能进入季后赛 但是白桥在个人数据上获得突破 场均14.8分 8助攻 创下生涯新高 02-03赛季 白桥开始了自己的转型 手术刀一般的传球 精准无比 场均12.1分 8.3助攻 仅有2.2次失误 此后 灰熊步入强队行列 在03-04赛季 获得了50胜的战绩 并且队势第一次打进了季后赛 但是 白桥和主教练的矛盾 也导致他最终被灰熊交易 05-06赛季 白桥加入迈阿密热火 和大鲨鱼奥尼尔 以及闪电侠韦德成为了队友 奥尼尔对白巧克力非常欣赏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必须要坦白一件事情 韦德可能知道 有4名球员 因为我喜欢他们的比赛 所以我有时会放水 让他们在场上得一些分 他们是Jason Williams Wins Cutter T-Mac 和Allen Everson 在灰熊队的三年磨练 让白桥早已不再追求华丽之上 他要做的 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把球交给到球队的两位大佬 奥尼尔曾经表示 每次一抬手 球就到了 每一次都是 如此实用的白桥 甚至让帕特莱利怀疑他们交易来的 不是原装白巧克力 这一赛季 因为吸伤原因 他一共打了59场常规赛 但是场均上场时间 依然在队中排在第二 仅次于韦德 他成为了热火的第三得分手 场均12.3分 季后在东部决赛和活塞的第六战 他打出了生涯最硬一仗 当活塞决定全力包夹闪电侠和鲨鱼时 白巧开始了他的投篮表演 连续10投 10中 帮助热火队是第一次打进总决赛 在和小牛队的系列赛中 热火当时大比分0比2落后 第三战第四节最后时刻 两队占平 最关键的一攻 白巧突破吸引火力 之后分球交给佩顿 后者投进了决定系列赛走势的一球 随后热火连板四场 一波流带走小牛 赢下了总冠军 白巧克力功成名秀 2008年 他曾和胡仁签下一年的合同 却因伤病缠身 宣布退役 但是在休假一年后 他忍不住手痒 再次回归NBA 又打了三年后 才正式退役 对于白巧 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毁欲参半 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是 一人拿球 九人紧张 突出了他传球诡异多变的同时 也讽刺他过分炫技 而不控制失误 但是 这样负面的风评 主要来自他在国王时期 留下的感官印象 白巧的失误数据 仅仅是生涯场均2.1次 少于斯托克顿的2.8次 和魔术师的3.9次 真的是无法挑剔 即便和现役NBA巨星座比较 也少于库里的生涯场均3.1次 和凯里欧文的2.6次 所以说白巧是历史级别的稳定控球手 也都毫不过分 无论如何 白巧克力的名气 确实是大过他的实力 只是他的传控技术和组织能力 也不应该被过分的质疑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哦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